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港开市通,我是陆莹 那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日早盘A股的大铁表现 今日早盘互生两市是早盘低开,随后是在低位债幅震荡 互指盘中一度是跌破了3100点 创指的走势没有太大的变化 均在平盘线的下方弱势震荡 那么次新股和雄安也是没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截至目前从盘面上来看呢 机场航运、银行、PRP概念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 次新股、雄安新区以及环保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 截至目前为止上证指数跌15点,报在3101点 深圳城指跌59点,报在9805点 户城300跌4点,报在3488点 创业板指跌18点,报在1745点 那么港股方面 港股在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的早段是反复向上 之后微跌并再度发力 腾讯是领涨大势 那么科通新城市创下了两年的新低 截至目前为止 横指市涨97点,报在25758点 国企指数跌13点,报在10587点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目前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2毛5,中国移动涨4毛 建设银行涨3分,工商银行涨3分 中国银行涨2分 港交所涨1毛,中国人寿跌3毛 邮邦保险涨3毛,腾讯控股涨4块 金沙中国涨1毛5 长河跌4毛,新工基地产涨2块1 九龙舱涨5毛5,中国海外涨5分 黄人之地跌5分 中海油5涨跌,中石油跌3分 中石化跌3分,昆仑能源跌1毛2 中国神华涨2分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业利好消息 那么根据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是一度升破了6.76的关口 汇率中间价是上涨了65个基点,暴在6.8633 创下了两周以来的高点 那么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了0.34% 是连续第二个月的升值 今年是已经累计升值了0.98% 特朗普行情结束之后,美元开始走软 从5月中旬开始,美元的指数持续下跌 上周还一度跌破了97的关口 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尤其是核心通胀目标的低迷 增加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担忧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联储看中的物价指标4月份同比仅仅增长了1.7% 低于3月份的1.9%以及2月份的2.1% 扣除石油和食品成本后的核心通胀 同样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最疲弱的暗年增幅 美联储官员此前也曾表示 如果通胀率继续放缓 可能会希望美联储来推迟加息 此外,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丑闻和支持率下降的情况 也将对美元的走势构成利空 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强势仍有望持续 此外,上周五央行公布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逆周期调节因子 也被市场认为将利好人民币的走势 人民币升值将给航空公司带来兑换收益 中信证券指出 今年以来,国内供需向好促进了航空票价的回升 和国际降幅的收窄 从6月的预计数据来看 旺季的收益改善趋势有望得到持续 投资者可以关注航空股等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板块 其中,60029南方航空4月的收益水平持续好转 600115东方航空长期收益于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增长 以及客源结构的改善 此外,人民币升值也将降低造纸企业进口纸浆废纸的成本 002078太阳纸业上半年将预增1.2到1.5倍 600567山鹰纸业的一季度报预计 该公司上半年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近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中提出 要加快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加快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 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等六项重点任务 为了全面推进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 雄安新区三线正在探索多元化的燃煤替代方式 其中安新县大力推广空气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新能源节能技术 今年,河北、天津、山东、湖北、山西等地区 都积极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大范围的推广煤改电 利用空气源热泵等清洁能源作为替代品 2016年,国内空气源热泵的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了100亿元 预计今年有望翻一番 机构认为,随着雄安新区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更多省市相继出台清洁能源的政策 空气源热泵行业将迎来大爆发 相关A股中,603-366日出东方是国内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十大杰出品牌 多次中标北京大兴区、房山区的美改电项目 该公司的太阳能电站在安新线已经成功进行并网发电 000551创源科技的子公司苏州苏靖空气源热泵产品 已经在津津济地区开展应用 据悉,北京环卫集团正在积极地介入雄安新区的清洁环卫工作 为了提高雄县城乡一体化的保洁标准 做好2017年5月城乡一体化环卫突击行动的保持工作 北京环卫集团成立了临时的突击组 已经在端午节期间展开了相关的招聘工作 并于昨日下午在雄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进行面试 北京环卫集团是我国环卫产业链中最完整 规模与综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化实业集团之一 该公司打造的精环模式实现了顾费收运一体化的运营 相关上市公司中 300190维尔利与北京环卫集团开展了战略合作 与其下属子公司 北京精环新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了合资公司 作为主体企业来负责北京环卫集团新增水务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工作 据介绍 北京精环新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市场资源优势明显 603686龙马环卫 是中国专业化环卫装备的主要供应商 该公司建设的智慧垃圾分类屋 可以实现干湿垃圾分类投放 并有望向全国推广 随着铁路工程基建的强劲需求带动 多年低迷的工程机械销量开始井喷 根据对多家工程机械行业巨头的调研获悉 5月份的销量延续了4月份的强劲趋势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前四个月 国内主要企业挖掘机的销量达到了54,864台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幅达到了99.5% 业内人士认为 工程机械行业的回暖 首先是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带动 其次是更新需求的叠加 目前离工程机械行业上个高峰期 2007年到2011年有6到10年的时间 未来2到3年的更新需求空间较大 第三是竞争格局的改善 目前部分市场竞争者已经出局 龙头公司将率先实现复苏 相关个股中 60003131重工的混凝土机械和挖掘机等多款产品 在国内市占率居第一位 蹦车产量居世界首位 000528柳工除了装载机的销售 一直领先于全行业以外 该公司的挖掘机也成为其利润增长的重要动力 000425徐工机械的起重机 装载机 装工机械的市场占有率皆位于行业第一 该公司的道路机械领域排名国内行业第一 全球行业第四 下面是今天的重点公告 300255长山尿业 你通过三个方面来助力雄安新区的建设 一方面是在雄安新区建设肿瘤医院和血透中心 来布局医疗服务 承接北京转移过来的医疗服务功能 一方面在雄安新区设立药物研究院 进一步增强与国内外药物研发机构的合作 引进高端的研发人才 还有就是借助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 通过并购重组来整合雄安新区 及周边的医药生产企业 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发展规划 短期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002307北新路桥 收到广原市人民政府与绵阳市人民政府 联合发来的重标通知书 公司被确定为广原到平五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人 出资额为22.01亿元 占总投资比例的16.71% 项目建设期为4年 采用PPP模式 广原至平五的高速公路全程是90.052公里 项目总投资约为131.74亿元 300197铁汉生态近日与控股子公司 环发环保横城建筑组成的投资联合体 成为了宝山市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 PPP项目的重标单位 项目工程约投资4.95亿元 项目建设期约两年 预计对公司2017年及今年年度的经营业绩 将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